我们村无保护王大爷的房屋有些漏水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推脚不方便 让我们过来帮他看一下 来到他的房屋旁边发现了有一个特别大的古井 这个古井里面里面的水已经长满了这个青苔 还有很多的扶贫 好像这里面有几条鱼 表弟用石头打了一下这个古井的水深 好像他说有个好几米 于是我们就抬上这个抽水机 准备把这个古井里面的水抽干 这里面30年前 王大爷在这里面投入了很多条 种三四斤长好几米的那个巨型蛇鱼 如今都已经长了好几十年 应该也长大了吧 前几天有人路过这里说 看到这些鱼啊 有门板那么大扶到水面上 好像是两条还是几条 是个黄金大鲤鱼 现在抽水机已经正在紧张排水当中 在排水过程中 表弟准备下去 把这个扶贫赶到一边 看一下这个井底下面有没有鱼 或者有什么其他惊喜没有 在赶扶贫过程中 赶到一边的时候 发现这个井底啊 有一个金色的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特别沉重 表弟说可能有个70多斤的样子 他一个人还拿不起来 这个箱子还上了锁的 颜色挺好看 里面应该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吧 难道这里面 不会是有什么宝物吗 一会咱们就把这个箱子打开 看一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哇 这个箱子都快要打开了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把它抬到岸边上去 把这个古井里面的水抽干抽干了 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没有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惊喜吧 里面应该还是有鱼的 捡到第一个箱子之后 表弟继续把这个扶贫赶到一边 看还有没有鱼啊什么的 赶到扶贫之后又发现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更重 可能有个100斤左右 表弟一个人都拿不起来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装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一会咱们就把它打开 两个箱子都把它打开 还把这个水抽干了 把里面的那个鱼给它抓起来 现在箱子已经拿下了 哇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看到没有 好像看到了个眼睛 很多兄弟怎么看直播 你们想看直播 点头像看直播 在这里就是